这一期的问题是什么? 常听说床与沙发必须有靠,而且不能放在横梁下 火炉不能太靠近洗碗棚或洗衣机,水火相冲 请问一进风水有这样的说法吗?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友谊问答 那这一期我们要探索的课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座位与床位的大宗物区 那我想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处理风水的时候 都有想过考虑过这类的问题,对不对? 或者听说过,那么床啊必须要有靠 那么你不能够坐在这个横梁下 那这一点我也了解,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那基本上,那我们讲到一些比较这个 大家关心的东西是什么? 经常道听途说,外面是这样子说 床头无靠或者床头靠窗 感情上容易没有依靠,没有着落 因为没得靠嘛 或者说,财运上则容易漏彩 口袋空空 因为空嘛,对不对? 窗口空空 以这个沙发而言呢 它后面如果无靠的话呢 权力即将会落空 OK? 所以这是一般对于这个后面无靠的一种这个说法 好,至于说这个衡量方面的影响啊 如果说我们这个床上有衡量的话呢 这时候容易导致什么? 睡眠不佳,容易发噩梦 甚至记忆力容易衰退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 如果头上有凉的话呢 它是一种叫做行煞 就是风水方面的行煞 非常凶 OK? 甚至长期睡在这样的一种行煞下面呢 会导致这个身体健康方面 欠佳甚至影响工作 那如果沙发是放在衡量下面呢 会给人家一种压迫感 OK,这时候呢 一样会对人的这个健康影响 甚至呢会怎么样呢 压着这个财运 好,我们来探索一下 以上的这些说法到底有多正确 以上这个课题呢 基本上都能够相信吗? 我说应该都是迷信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不加以深究 不加以研究 以致随便就相信 我说这些都应该是道听途说法 那么讲到这个经常我们老百姓 老百姓们经常背着所谓的风水师 三教九六的风水师 牵着壁子走 他们讲什么你就信 重点是我认为 这些都是我们江湖上的这些 所谓的尾术 尾风水师所用的这些风水术 OK? 好,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有靠跟没靠 难道他就跟财运能够扯上直接关系吗? 未必吧 现在有很多这个建筑 特别是高档建筑 那都有这个落地窗 对不对? 甚至三百六十度啊 都是窗 而这时候都是窗 在没有靠的情况之下 难道这些屋宅都变成了凶宅吗? 特别是这些豪宅 甚至所谓的他们高档的住宅 有五六米高 你懂吗? 一个客厅或者房间都有五六米高 好了 上面出现几根梁 那么难道说这些梁 它都成为这个会形成一个压迫吗? 在一个这么大的空间里头 所谓的这个行杀 大家必须要好好去斟酌一下 那么思考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以床位而言呢 是挂位 那个相关代表人物 睡在对的那个挂位 那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 好 爸爸为前挂 妈妈为困挂 那我生有个爸爸 我为前挂 今天我会睡在什么挂位呢? 西北方啊 西方啊 或者是西南方啊 或东北方 例如说 那妈妈为困挂的时候呢 她可能可以睡在哪里呢? 困挂方 也就是西南方 东北方 或者甚至南方 例如 OK 挂位是最重要 不是后面有没有靠 后面有没有靠 都不是我们的考量 因为 不管它有没有靠 它只是一种 看你怎么去善用这个空间 而以风水的角度 能量最重要 睡在对的挂位 就会取到对的能量 所以这是以床而言 那以个人的经验而言呢 那我之前呢 好几年前 我曾经在其中一间家 那我们是这个落地窗的 那么这个睡的时候呢 后面全部都是窗 而这时候我们的床也没有特地设立一个床头 那基本上呢 当然有点小设计 但是是靠近那个窗的 那这时候 睡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我们呢 其实可以举头啊 望明月 OK 我们能够看到星星啊 月亮啊等等的 那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 那就 这个蛮浪漫的啊 整个过程还蛮浪漫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呢 而且还怀上那个这个我们的健康的宝宝 现在已经八岁大了 OK 所以以个人的经验角度 我们睡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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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位啊 后面没靠的 我们呢 这个事业呢 其实呢 一年做的比一年好 而且呢 这个家庭呢 越来越这个融洽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到听途说 自己做过之后 自己亲身体验过之后 那你才好来做一个这个判断 OK 好 以量方面而言呢 那其实呢 这个量跟风水根本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心理问题 不管有没有量 如果天花板压得太低的话 对不对 一定会导致这个压迫感 而你在个空间里头 如果说它够高够宽敞的话 这时候空气流通 对吗 那空气流通 呼吸也顺畅 其实啊 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空间里头 那上面如果加多十条 十根这个量的话 其实又何妨 对不对 它并不会导致任何的压迫感 也因此它不会形成所谓的一种心理压力 甚至由那个所谓的这个伪风水师啊 来讲说好 这是一个形状 没有压力 甚至美观的话 哪来的所谓形状 对吗 我想这样的房子应该不少吧 风水基本上呢 它是以方位为主 OK 大家千万不要道听徒说 要理智 不要迷信 那风水用来 本来就是来创造这个 所谓的正面的一个能量场 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那大家如果一直专注在 一堆又一堆的那些煞的话呢 搞到人心惶惶甚至寝室难安 对不对 倒不如一无所知 真的倒不如一无所知 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会过得更加自在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那因此我建议大家呢 其实呢 这个与其呢 保持无知 倒不如 好好的把这门风水素素掌握上手 自己学 自己会 自己看 OK 那最后呢 我在这里呢 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迷信 OK 不要迷信 好好的那个理智去对待 那去看什么是真的 好了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那么 下一期 在另外一个课题上 我们再见吧 OK 所以 I'll see you guys Bye Bye